哈囉 大家好 我是Lina 很多人在我的穿搭影片下面留言 都問我說夏天的內衣到底要怎麼穿 所以今天就出了這一集 夏日內衣懶人包 總共會分享三款內衣都非常的實穿 而且搭配任何夏天的衣服都沒有問題 那麼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首先第一款是我這次最推薦 也覺得最實穿的一款 那就是 那這款無間帶內衣呢 跟一般的無間帶內衣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穿起來非常的集中 一般的無間帶內衣呢 我每次穿都會有比較壓胸 或者是沒有那麼集中的效果 但是這款真的集中的效果非常好 可以讓你有很明顯的視野線 為什麼呢 是因為就是它後面這裡 它有做一個非常明顯 夏後上保的胸墊 而且它是做L型的胸墊非常貼心 就是這邊稍微再比較膨一點點 所以可以幫助你把這邊的肉肉往上推 所以你的胸型看起來就會比較漂亮 那如果你的胸型是比較沒有肉的 那也沒有關係 它這邊呢都有附一個可以放水餃墊的地方 而且它也都會附水餃墊 你就是把水餃墊塞進去 這樣子的話呢 你的胸型呢 也可以就是在集中拖高推的更上面一點點 整體的胸型也會看起來很好看喔 所以小胸的女孩也是OK的 那大胸的女孩呢 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也會想說 這件我到底能不能穿 這件呢 我有請我大胸的朋友來試 它的身材呢是大滴少E 這件呢穿到EL的尺寸是可以的 也就是最大的尺寸 這件的尺寸有分XS S M ES EM 跟EL 那我的身材是70C 是穿M號的尺寸剛剛好 那我大胸的朋友呢 它是穿EL的尺寸 整體穿起來呢 包覆性也非常的好 而且算是難得可以撐得住它的胸部的內衣 五件袋內衣嘛 有的時候大胸的女孩 因為胸部比較重 所以它可能走路 不用到小跑步 就可能比較容易掉了 但是這件算是 可以撐得上一整天的 而且小跑步什麼的都沒有問題 所以說 如果你是大胸部的女孩的話呢 一樣也是可以試試看這款 扣子的部分呢 它總共是三排扣 然後扣子的話有四顆 所以穿起來比較穩 我的身材70C 這款M號的話 我是扣在最裡面 那穿起來呢 真的是一整天下來真的都很穩 然後胸型啊就是都是非常集中的 而且真的會有就是 胸型看起來比較挺的感覺 不會說因為你穿了冰孔內衣 所以身材就看起來很平 整體舒適度也非常的好 這個布料呢 也算是蠻透氣的 另外再說一下 我覺得顏色的部分非常的貼心 它有做這種白色的 白色的話就是基本上搭配夏天那種白色 然後再淺色系的衣服都可以 那另外一款呢 我是穿膚色的 我覺得膚色的顏色也非常的好搭 因為基本上我夏天的衣服 幾乎都是白色系 或者是顏色比較淺的 再來第二款呢 是像這樣子 背後要黏的 的這一種 引擎式雙罩 那這一款呢 是柏雷絲的 雨衣拉繩式引擎這種罩 你可以看到 它跟一般的這種 黏貼式的雙罩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這邊呢 有做一個這種小翅膀雨衣的感覺 然後整體是比較偏方形的一個 胸罩的款式 那像這種款式啊 它在黏貼的時候 包覆性會比圓的來得好 它可以貼住更多的面積 然後讓你的胸型看起來更漂亮 再來第二個部分 現在前面有做這一個拉繩 而且中間這邊還有一個拉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可以用力的拉一下 像這樣子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拉緊 把它拉緊之後呢 集中的效果 非常非常的好 這些呢 真的可以讓你有 更明顯的視野線比 第一款的視野線 又再來的 化妝明顯一點點 再來第三點 這款黏貼攝影廳胸罩 它是做像這樣子 布面的設計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矽膠 所以它穿起來呢 你如果搭配比較貼身的衣服 它也比較不會有那麼明顯的形狀 整體來說呢 像這種隱形式的胸罩 我覺得比較適合搭配的是 比較貼身的衣服 或者是你需要露出明顯的視野線 看起來身材很好 或者是露背的衣服都可以 那你也可以搭配像是有一些內搭 像是我自己很喜歡收集一些蕾絲的內搭 或者是BRA TOP 那像這類型的內搭呢 它其實比較不會做那麼集中的效果 所以看起來身材會比較平 那你就可以在裡面 再穿一個像這樣子隱形式的胸罩 這樣子就算你單穿那些內搭BRA TOP出門呢 也會有一個看起來身材非常豐滿的感覺 而且有視野線喔 尺寸的部分呢 這款隱形胸罩有分A到F 那我的身材是70C 我是穿B 剛剛好 建議大家呢 購買這種黏貼式的隱形胸罩 要買比自己的罩杯小一個尺寸 這樣子整體呢 它的包覆力會再更好 穿起來的身材效果也會比較好囉 再來第三件呢 是這次穿起來最辣的一件 也是我有史以來穿過最性感的一件BRA TOP 那就是 柏雷斯的S曲線 馬甲素身衣 它的這個胸罩啊 它是跟柏雷斯的日不落無間帶內衣 它是同一款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前面這邊呢 它一樣也是有做一個交叉的小設計 後面這個地方呢 它一樣也是做下後上保的胸墊 這邊呢 一樣也是做L型的胸墊 所以這邊會稍微比較厚 我可以把胸部推上來 有集中脫高非常好的效果 再來下半部的地方 它是做一個速身衣的材質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材質 它是算是比較偏紗的一個感覺 然後它非常的有彈性 你可以看到它的彈性是不是很好 對 那像這種速身的馬甲上衣 你在穿脫的時候 你需要由下面往上拉上去 我那時候不知道 所以我就是先從上面往下穿 然後結果發現 真的是太耗力了 然後後來我用對方法 才輕鬆的穿上去 那你在穿的時候呢 你的腳需要像這樣子交叉 因為需要把你的臀那邊縮小 這樣子拉上去的時候就還蠻容易的 這件速身衣呢 需要依據你的腰圍跟臀圍 來選擇你的尺寸 那我的腰圍是74 臀圍是95 平常都是穿M號 4件呢穿M號剛剛好 整體穿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真的就是有速身衣那種緊的感覺 所以說你穿上去的時候 會比較注意自己的體態 會比較不容易驮背 然後也比較不會就是放鬆 讓你的肚子跑出來 因為它整體算是真的很緊身的把你包覆住 不過因為它是這樣子 直接就是真的很貼的貼著你的身體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其實會比一般的內衣 稍微來的比較熱一點 好那希望你們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到我的Facebook 粉絲專頁還有愛子來追蹤我喔 我們就下一個影片再見啦 掰掰